传统中华武术累积的底蕴 到了晚清时期 可以说是集体的爆发 各门各派高手辈出 杨露禅与董海川这两位宗师 可以说是当中翘楚 武林高手多半会比武切磋 以武会友 在许多的影视剧作当中 更常出现杨露禅和董海川 比武的桥段 这两大内加拳高手 真的公开比试过吗 太极拳对上八卦掌 哪个拳更胜一筹 据传杨露禅的晚年死于非命 甚至是被义和团的乱名 破腹而死 这个说法在历史上 真有记载吗 继续是资深记者 王卫京 陈维佑的深度报道 高手一出手 辨职有没有 武林中人比是身手 所在多有 杨露禅 董海川 也曾像这样公开比过武吗 那我们看董海川的故事的来源 也是行诉他 说他是这个太监 所以他是打边天下无敌手 可以跟杨露禅一较高下的 太极拳对上八卦掌 哪种武术技高一筹呢 有人说杨露禅是被破肚而死 一代宗师竟然死于非命吗 相传杨露禅与董海川的宗师对决 始于同志年间 肃王府内道一场较量 传说董海川本人要刺杀 咸丰皇帝的 可是咸丰引死怎么办呢 我太监了 那这样好了 我潜伏在清朝皇宫里面 所以就被派到肃王府去当个杂役 原来授逢郑国将军的肃亲王 崇尚武艺 与武林中人往来平凡 这天他特意请来诸多高手 演武助兴 其中自然少不了 教授太极拳与满清子弟的杨露禅 杨露禅把一个武师打飞 那个董海川一块不行 就把清清接住再放下来 说完看大吉 你怎么有功夫 这一位是太急太陡 一个是八卦宗师 两人你来我往忽上忽下 招式变化层层叠叠 激震方寒之际 早已将胜负置之于杜外 当时的全师武术家 真的要在比试的时候 是不想让人家看到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叶问 当时有个武术家就找叶问挑战 结果叶问就关起门来自家打 结果不会告诉你说是怎么样 后来说出去就说打平手 杨露禅与董海川 这对活跃于同一年代的武林双绝 以武会友 真实的历史上 可曾有过记载呢 关于杨露禅跟董海川 两个人有没有比武 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考 除了杨露禅的传说 很多已经很少之外 其实董海川相关的记载 又更少 那么他们很巧的就是 他们出生的年代非常接近 董海川比杨露禅 早两年出生 他们是不是真的相遇 我们也不知道 都是他徒弟写的这个传记上面看 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推断 他们应该有相遇过 有没有比武也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如果证史上面 没有记载任何事情的时候 后世的想象力的空间 就会变得比较大 不管是杨露禅 或者是董海川 其实都是一样 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想象里面 去自由奔发 但我相信说 以武功词字这么高的人 彼此之间的交流 互信心相惜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只是在晚清武林 南逢敌手的杨露禅 竟有着死于非命的传闻 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说他破肚而死 相传杨露禅因长期 为满清贵族效力 成了义和团的头号罪人 满清在最后的时候 很多传言跑出来 说有人说杨露禅 是被义和团给破肚而死 这个就很奇怪 因为义和团也是帮满清的 他也在帮满清 他们两个之间 有什么利益上的问题吗 关于这个传说呢 我们只要把年代来拼头一下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无稽之坛 杨露禅过世的那一年 是1872年 儿子杨班侯过世的时候呢 是1890年 那发生义和团事变 庚子事变 就是八国联军那个时候 是1900年 所以这时间就相差了 十年到二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实在是一个无稽之坛 那么真实的杨露禅 又是如何辞世的呢 尽管武林宗师们 真实事迹 已无从考证 但他们的武学轨迹 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 其影响力还在持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